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行的东西当然是一些平台 Kubernetes也是在发展里头我们使用今天是很多了 对吧 那我今天会分享的就好像把外面几个一个题目呢 包装出来我们要写Java 我会利用到一些VS Code的一个开发平台 来写一些我们的Spring Boot的一种方法 使用到Maven来创建一种应用 那我们部署本地还是一个Java 还是用什么方法 那我们今天就要把整个一个好像一个系统 来部署在一个平台上 Myscale也是 那包装在我们的一个Kubernetes下面 利用到我们的一个Myscale Operator去使用 然后呢 部署一个整套可以达到高可用的方法 那我们Java也打包呢 也使用到一个JTA的方法 Spring Boot的方法来写 然后呢 创建一个包之后呢 我们会利用到一个Docker的一种方法 来创建一个Image 然后也会看到我使用到Container Registry 也要登录在里头 把一个包安装在里头 让我们的Kubernetes平台可以抓回来 然后做部署 然后整一个平台在一个Namespace里头 就可以查到数据 也可以利用到一个Java应用 好吧 那刚才Avendu也说了 我以前做过不单单金钱的MySQL 也在一些数据库 Sybase啊 还有一些ESA啊 Microsoft Super Server也好 然后对于Java里头 其实做了挺多 也写过很多一些framework 也在部署的一个 也在一些Java文里头 也做了很多次的一些speakers 今天很荣幸可以在简里 去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会可以做的 刚刚谈到的就是了 我们会使用到Vscope 来开一个project 然后呢 这个呢就是一个Spain Group 也会写一些resfer的方法 来写一些数据 在MySQL 那所以呢 在这个平台 我们会创建一个 New Java Project呢 然后通过Vscope 你会看到 要选的 Spain Group啊 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project Mavings啊 Java啊 然后呢 是什么版本 然后定义好呢 那我们的Java版本 是Java8呢 还是17 还是现在的一个19 我在我创建的时候 还不使用最新的一个19 还是17 那其实一样的 那dependency里头 我们会使用过 三套 一个dependency 在这里选的 第一套的一个dependency 当然是连到我们的一个MySQL里头的 就是MySQL Driver 所以呢 我们的connectedJ 在里头一打包之后 会使用到 对吧 所以你从这个图里头 你看到呢 dependency里头呢 当然是主要呢 JPA啊 Satellite啊 还有一个Java 另外它带着有一个Test 因为当我做安装的时候 它会自动去连 自动去生成一个 一个测试的方法 待会如果我的一个安装的时候 不想它去连到我的数据库 也要 也要把这个所说 测试的过程 把它打断 当然 我每次 做安装的时候 都不成功 因为我有时候呢 我待会的连的时候 我在自己的机器上 自己的机器上 没法只连到某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在云端的 所以这个呢 我会打包的时候 会把它停掉 不用测试 好的 那我把这个Dependence 选好之后呢 我在里头打开 Java的Project 也做得出来 然后我要定义一些 Application的一个设置 我的一个Spring里头的Data Social RL呢 你会看到 首先我是写实的 那当然 如果呢 我要把这些呢 通过一些frameware来自己选 Environment去写 当然可以 这个呢 我们做一个demo 就算吧 我就是写实在一个Properties里头 那URL呢 就是一个本机 127的一个3310的一个数据库 我的3310 其实是一个InnoDB Cluster 三台的 那里头有一个数据库呢 MyDB去连 username password 在底下 如果我没有选定 一个Database Platform 它就是一个比较老的一种方法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在这个版面里头 我特意去highlight的 是我的Bilet呢 选的是MySQL 8的Bilet 不然呢 如果我没有选定 就是没写的 没写 在里头没写这两个呢 你开出来 它创建的一些表呢 Entity呢 都会是MyIslam 对我来说 今天 应该 大多数的人 都是通过 InnoDB来实现 那同样呢 我会在里头的一个DTL 也 我看你自己选 我就是 方便自职 所以呢 我的DTL呢 是 它会自动创建 所以我就把它写true 然后呢 你头的另外一个DTL呢 也是一个MySQL 8 也有5的哈 5跟8的都是一样 但是呢 没写的 这前的 MySQL Dial 这一种呢 就是一个老方法 是MyIslam的 哈 要注意 那 我们当然 在做了之后 可以试试看 确实了哈 那写了之后 确实了之后 应该是没什么错误呢 我们继续 那 我先 开一个呢 就是一个Entity 因为 今天 要写的一个方法是 MySQL 我创建的 就是一个表 MyDemoTables MyDemoTables的一个表 里头 有三个列 一个ID 就是一个 Integer的一种方法 还有呢 是一种方法 是一种跳的一种方法 就是呢 我应该呢 就是写 给他一个数呢 应该是一个名字 还有一个role 两个列 那这个ID呢 是他自己 自己写进去 加一加一的一种方法 是续号的 所以呢 在Entity里头 一般写了 一种Property之后 我会给他一些get and set了 然后也会看起来呢 就是 把他的一个Ecos 还有Hashcode 还有我想 在Restero的一种方法 查出来的时候 会 看得清清楚楚 这一个数据是什么来 所以呢 我把这个ToString 写好 就是MyPamble Cable的三个列 这三个数呢 放出来 所以呢 把这三个 三个method 都重写一次 然后我们会再看一看 跑一次 跑一次在本地 继续向跑一次呢 你会看到 这个表 MyPamble 会自动生成 生成之后 就是等于这个呢 那另外呢 它也会 因为我是一个generate的ID呢 所以呢 它也会有一个表 叫hybernate sequence 那要注意 待会呢 也会再演示 真的一个流程里头 在创册的一个表里头 你会看到 它没有组件 没有组件 在我们的 NODB cluster上面 报错吧 因为没法指去 因此一个表 没有一个组件 primary key的 所以待会 我会 alto table去改 这个ID的 就是NextValue 在一个hybernate sequence里头 之后呢 我因为要写一个 Restful的一种 写法吧 所以呢 我会有一个controller 也会 有一个方法 跟entity去 打关联 然后呢 我可以save 可以存储的 一些数据 所以呢 我会有一个repository 的一种方法 extend的一个 repository的一种 interface 刚刚提到 我会做一个 Restful的一个controller 所以呢 我写了一个 两个 比较简单的 一个就是 find org 一个呢 就是 new一个新的 new one new one的一种 get mapping的一种方法 就是呢 insert的一行 hello world 所以呢 大会我的应用呢 跑出来 会怎样呢 我就给大家看一看 我看到 输出库 已经写好 我大会 里头 有四行 那我的一个平台 也 也跑了一个 Kubernetes 那另外呢 因为它已经跑了 所以呢 那我在一个 一个restful的一种方法呢 我可以很随意的 一种8080的里头呢 我可以去查 那查 它就会连到 就查出来 就是四行的一个数据 我刚刚的一个method呢 里头也会看到 有一个method呢 rest呢 就是new one 那所以在new one呢 现在加起来 就是加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所以再查多一次的时候 我会看到它写了 对吧 那好 那回来 我们看一看 就是呢 在过程里头 我们看一看 整个流程 我的使用呢 是VSCODE 那在里头 刚刚提过呢 我要创建一个 新的 一个 一个应用 那首先 我在部署的一个 MySQL呢 就是3310 3310里头 是 刚刚是一个 殖存 这一个呢 就是 InnoDB Cluster 有三台的一个殖存 所以在里头 如果我打开 你可以看到 它3310 3320 3330的一个 MySQL的一个 服务器 那里头 主机呢 是3310 那 在速度库里头 我有了一个 MyDB 我要创建好 然后呢 连过来的时候 会连得上 这个MyDB的一个 输出库 好了 输出库 有了 在我自己的一个 苹果电脑里头 是有了 然后呢 我create一个Java Project 我说 create的是什么 Spring 那用Maven的一个 方法 HCC的 2.7.4的一个 那用JAR的一种方法 来做一个部署 然后呢 刚刚提过 要使用到 有什么一个 Dependency 的一些 Maven Library呢 选了三个 JPA MySQL 还有Web 当然它自己也会 生成一个 测试的 Dependency 那做了之后呢 我们就 马上 去 就是 按一个 Enter 那之后 插着 开动 就开动 放在某一个 Folders 目录里头 好 我审定 我自己 一般写到 Spring里头 选定了一个 Spring Library里头 那就把 我 创建的 这些 文件 放在里头 然后开动了之后 你会看到 大概 这个 桌面 是使用VS Code 那里头 我刚刚提过呢 就是 里头会 有一个 Property 是吗 那Java Tracker 里头 开了之后 它会 这个没什么 这是我的 一个VS Code 好 里头之后呢 我会打开 说 里头会有 一个Properties 我要 写起 在我里头 是HardCode的 这种方法 你说里头 有一个Application Properties 我写好的 一个过程 就是 一些URL的 一种方法 我就把它放在里头 定好了 之后 写好了 把它处出来 然后 定一好了之后 我把它关掉 然后呢 我其实 可以在Java Project底下 我们可以 试试看 去跑一次 跑一次 开一次 开一次的之后呢 会大概看到 它有没有 问题 主要 你会看到 如果里头打错呢 这些字呢 有问题 当然在我的一个 版面里头 没有 告诉我有什么 大问题 所以呢 在里头 整个 Spring 是可以跑的 可以跑的 那 Application Property 里头了 然后 我要做的就是 要创建 一个 Entity Bean Entity 那做Entity Bean 的时候 我打了 就是My Demo Table 一个Java Class 那就是 把我刚刚 在 PowerPoint里头 写的一些 Gent Set 三个Property 写在里头 一个Autowire 一种 Generate ID 所以在里头 就Copy&Paste 把之前已经写好的 把它放在里头 然后呢 你会看到 我的Entity 放好了 之后 是三个Property 一个是ID 另外呢 就是Gent Set 另外呢 有三个 Override的函数 Function 那里头 Hash 还有Eco 还有 就是一个ToolString 那做了之后 我就把里头的一个 Compile掉 整好了 那整理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看 超过一点点吧 所以你大概会看到 在写了之后呢 我们去再跑一次 我们会看到 因为我写了一个Entity 然后我们会大概知道 在搜Table里头 就应该会跑得出来 一个新表 就是MyDemoTable 对吧 MyDemoTable呢 创建出来 因为之前 我们说过呢 就是利用到 MySQL BugDialet 所以呢 它会使用到 Engine呢 是InnoDB 没有写的时候 有可能要看清楚 有可能是MyISM的 那所以呢 要注意这一点 那不然你自己写 写好一个DBL 就问题不大了 问题不大 所以做了出来之后呢 我们继续 那这样呢 我把这个停下来 我还要做什么来呢 就是我的一个Restful的 Controller又怎么样呢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会创建另外一个class 就是MyDemo的一个Table Restful的一个Controller 那在这边 我会写一个JPA的一个Repo 先有一个Repo Restful才可以写 在这个Repo里头 我们呢 就是呢 要把这个Interface写好 那这个Repo 我们是一个JPA的一种方法 可以利用到 它呢 可以存储 Safe 可以FindAll 顶靠的一种方法 它会比较自动化 JPA都是成熟的一种技术了 所以今天不是一个说 我要介绍什么JPA 做什么 今天的一些技术呢 都很成熟 所以做好这个Vpro 就做创建我们的Restful的API 对吧 虽然我也新加了一个Controller MyDemoTableController 虽然呢 我希望你们也穿得到屏幕 虽然有点小 有点小 这个字呢 不要太过 看得要特别注意 这种 我写什么来 就是 从这个PowerPoint里头 其实整个写什么来呢 都写在PT-T上面 之后呢 会给大家分享的一个PDF 也可以看得出来 里头代码是写什么来的 里头Controller呢 我有几个Mapping 有几个Mapping 其实两个吧 第一个呢 就是Find All的一种 我说这个Mapping呢 URL上面就是一个List 另外一个Mapping呢 New One 其实就是传组 拆一个新的一行 所以在里头是Report Save的一个New Entity出来 这种方法就是Hello World的一个命令 这种命令做得出来之后 会看到Generate ID呢 我实力用到AutoWire的一种方法 AutoWire的一个Annotation 这个Annotation呢 你会看到 现在其实在命令里头 Comparsed有到一个错误 也给你看到 原来有错误 有错呢 其实因为这个AutoWire的后面有一个论码 那所以呢 我要把这些论码 把它删掉 然后呢 把它写好 那AutoWire也是 那之后呢 我再跑一次 跑一次是什么呢 我们就等于整个 好像一个Restful的一个Server 就跑出来了 就是默认的是一个8080 那所以呢 我如果是Browse也好 还是在VS Code里头 也给我一种方法 来看 查看我的一种CUR 就是这个Access的方法 所以跑得出来 就是本机连到制止的一个输出库 所以我Localhost 8080呢 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是没写什么Mapping 所以它的问题出来 然后呢 去查看里头已经有一行 New One 差数一个 差数两个 然后List出来 就可以看到 其实我的应用已经跑出来 在一个新表里头 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刚刚也给大家看得出来呢 就是可以查看这个Localhost 这一个方法 要包装放在哪里 放在我的一个云上的一个Kubernetes平台 Kubernetes平台上面 就是 是什么一个平台 我会放在我的一个云平台 在Oracle上面的底下的 我在Oracle云上 我会有一个所说的OK1 Oracle Kubernetes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呢 你大概呢 会 有一个感觉就是比较方便 我只是创建之后 我可以损就是机缘 就在云上申请 就可以使用 那同样呢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机器像 去使用我的 另外的一个桌面在哪 这边 那这个可以打命令的 所以呢 我其实在我的一个机器 我的一个苹果电脑 可以连到我云上的一个平台 来看看我的一个 有几台Roconduction 我有三开 然后呢 我也会创建的 有什么一些Namespace呢 我在里头 其实可以直接使用 好的 我试试看 在我的一个里头 先要做什么打包 打包的过程里头 我写起的一个application里头的 是连到哪里 我会创建一个 MySQL的一个 InnoDB Cluster 那这样呢 就是等于 我在待会 也会比较详细的 去谈MySQL Operator 一种创建的方法 那所以在里头 有一个方法去连 这个MySQL平台 是比较简单 就是呢 里头 我会使用到呢 就是有一个 Kubernetes 我Get InnoDB Cluster 在我的一个平台 Minspace里头 我有一个IC 它已经安装好 三个 已经在线的 有一个路由 那这种方法 我其实可以实现 就是马上连到里头 去看一看 它有什么方法去连 这个呢 我可以 Kubernetes Accept IT呢 一个Port呢 我是MyCluster 0 然后呢 就Namespace MyMyIC 01 然后呢 连到里头 然后 我可以在 连得过去的之后 这个呢 我可以 MySQL 然后去连 所以 里头我定义好 某一个 Tequila的一个用户 然后 然后它的 B值 是MyCluster 3306 那这个呢 我连过去 然后我可以查看 这个呢 其实 就是一个Cluster 我的一个Cluster呢 如果查看 它就是已经有 三台带线 已经跑过来 这个大会 就是我的一个应用 要连 是连到MyCluster 一个IP 其实 在服务器里头 我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呢 就是 我的一个Kubernetes 里头呢 就是有一个 服务呢 Service Get Get Service 就是在 MyIP里头呢 就是有一个 MyCluster 一个 一个明清 DNS 然后这样子 我的MyCluster 就是连到一个路由 所以这个路由呢 我可以开一台 两台 三台 那 三台路由 一台 谁掉 还有我的一个 输出铺 三台 一台 谁掉 还有做什么 迁移啊 转换呢 我也是一个 透明的 应用是透明 连到一个地址 一个名字 所以这个比较方便 也是高可用服务提出来 所以部署之后 我会有一个 很有稳定的 MySQL部署 应用是等于 稳定的一种 方法 同样的 如果我是打包出来 是几个平台 有一个 A服务器 B服务器 C服务器的应用 也有负载 NodeAns 来给我使用 那时候 一个洗掉 没事 另外一个替代 然后面 路由是 有一个替代 NodeAns 也有替代 那我的一个服务器 InnoDB Cluster 也有多台 来提供服务 都是高可用的 那所以这种方法部署 是比较简单 轻松的 好了 我定义好 然后呢 我刚刚也提过 因为我在Dependence 是他默认呢 会把这个 Test的一个 一个插件 放在里头 所以呢 我也要把 Maven里头一个 测试的一个过程 把它 skip test 把它写在里头 不然 在打包的时候 它会报一个错误 因为没连到 没连到的时候 就问题大了 那都是 没办法去打包 那另外打包呢 就是我的Docker又怎么样 我create了出来一个Jafile呢 我的SpringJafile已经写好了 我也可以在等地去去跑 但是呢 这个不等于我可以马上放在我的云平台上面 所以呢 我create一个简单的DockerFile 还有你可以做一个DockerCompose 就是Docker的一种 Image的一种方法 那然后我会创建 就是给它一个Tag 一个名称 MySpring 版本号 001 然后我会查看它的LF 然后也要把它放在我的 Container上面的一个Restory 那在里头 好 时间差不多 我就先过过 那所以呢 在里头我会 Retecting 放在我的一个方法里头了 然后它就马上 然后呢 在应用里头 Docker 因为刚刚是我的Image 放在我的ContainerRestory 所以呢 我的Image呢 是我定义好的某一个 它因为呢 是要通过连接 有一个密码才可以连 所以呢 我会通过 把Image pool secret去定义 那当然 有了这个呢 就等于我要 create 一个MySpring Restory secret 一个名称 连到它的token 可以连到我的一个后面的 穿处的地方 所以我要DockerRestory里头 写好 然后把它申请之后 我的MySpring 点YAML 就可以成功了 好了 也可以测试 其实刚刚没多之前 我也测试过吧 试试看 在这个过程里头 看看我的一个Restory 在container 我们的k8s的平台上面 我可以创建在 iPhone码的一个 Fanbox里头 我给一个名称 把iPhone码的一个 Spring MySpring的一个名称 create了出来 所以呢 再会呢 创建一个 它包DockerImage之后 我可以放在上面 不然 没地方 可以放的 不然我自己拉动 放在一个Nook里头 就不是太好了 所以在这边刚刚说 就是我要利用到 一个基传 MyCluster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选定 它的用户名 Secura 你要写好 我就也改了 Maven上面的 POM XML 把这个拆证 SkipTester 把它过了 不要查看 我的数据 图书库连接 那查看了之后 我在 Maven底下的 一个VSQ里头 有很好的方法 按一个键 它就帮我在后台 后面呢 你可以看 看不到 它在 创建我的 卡号 那 同时呢 因为 我待会 会要 这个 MySQL 所以呢 我这个呢 我要部署 一个InnoDB Cluster 刚刚是我使用 这边 我是创建 InnoDB Cluster 我有一个IC Values 我是利用到 HamChart的一种方法 去使用 HamChart呢 是一种 另外YAML也是一种 HamChart 内存量是多大 我都在 这个IC Values里头 写了 好 屏幕下面呢 就是刚刚提过 用什么方法 来 Build 我的一个 Docker Image 然后做一个 Tagging DockerTag 刚刚 做了出来 一个Docker Image 我的 VTagging 放在 我的一个 刚刚 在我的 Container Vesture 里头 Ivan XMAR MySpring 001的 一个地方 那 Tag了之后 还没做完吧 然后我要做一个Push 登录了之后 因为有密码了 所以登录之后呢 我要把这个Push到后台 那Push后台呢 就是等于我 等一阵子 过了之后 后面呢 我的Registry 就会有一个 Image 就是MySpring 0.0.1 就是我刚刚 打包的一个 放在后面 然后呢 我的YAML file MySpring 的一个应用呢 通过 我的YAML呢 就可以 拉出来 来使用 ImageTool的 一种方法 那后面呢 你会看到 这个桌面上面 我的一个 MyCluster 其实 还在创建 差不多了 直接你看到 一边 我的一个网络呢 就送 这一套包 放在我的Lessery 后面这一边呢 就是我的一个 直传 还在跑 那现在 我查看 IT 现在是两台 在线 因为 创建之后 它还要绑起来 过一阵子 它绑了起来之后呢 我的三台都会在线 你会看到 三台都是在线的 之后呢 我可以通过 一种连接的方法 就是呢 MySQL 把它放进一个port 然后我会使用 MySQL Shell的一个接口 在同一个 Namespace上面 因为在同一个 Namespace上面 我可以通过 同一个DNS的名称 去连到MyCluster 同样 待会我的应用 也会放在 同一个Namespace 不然你就要把 这个ExternalNames 一种方法 把它Exposed出来 另外 把我的一个 因为收集库吧 你也不想 人家随便 可以使用 同一个Namespace 可以使用 没错 那所以呢 现在 我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新的 新的收集库 刚刚也提过 我应该要创建 一个收集库 就是呢 MyDB 因为呢 我的ApplicationProperties 上面 是直接 Dconnect 去连接到 一个UIL 就是MyDB 那刚刚 他送的一个包呢 也看到 Dr.Push呢 也放在一个 001上面 已经有了 已经有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要通过 一个应用 打包 放这个 那个port 在IC01里头 所以在里头 刚刚查看到 这个image呢 是刚刚 送上去的 一个MySpring001的 那里头的 Secret呢 也写好 那所以呢 我BeatSecret 在MyIC001的 有一个名称 就是 BestistrySecret 就是我的一些 Token啊 密码 已经写好的 那在这边 我就是把它 申请一个 port的 一个deployment 那在 Namespace MyS101里头 申请一个port 就是刚刚 MySpring的 一个YAML 那在这个呢 这个port呢 就是抓 这个image 下来 然后开动 一个port出来 然后呢 很快 你会看到 申请了之后 咦 它的表 创建好了 MyDemoTable 但是呢 还不是成功的 为什么 看一看 你可以看 查看一下 这个My 这个 Spring001 它有什么问题 就是 里头 第一 是霉素 那在 在 Habonet里头 如果呢 Auto-generate 我要 insert一个value 但是呢 这个没有 PrimaryKey 在一个 InnoDB Cluster里头 有 一个 要求 这个要求呢 就是 每一个表 要写数呢 它一个数呢 都是要有 一个组件 所以呢 我 通过这个方法 来Modify NixValue呢 等于呢 它不可能 是一个 No 是一个PrimaryKey 这样子 同样 我要申请一个 InsertValue 在里头 就可以 再试试看 里头 它会有 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呢 现在 去查看 它 一个 方法 那 现在 我们也会 看一看 MyDemoTable 它是 创证 有没有一个 组件 有 因为呢 我是利用到 AutoWire的 AutoGeneratorKey 那 对于 这个应用 现在已经跑起来了 MyString MyString 那我们 可以 试试看 怎么样 可以使用 在我的一个 苹果电脑 下面 在Kubernetes 怎么样 我再 把它连过来 我串起来呢 我使用到 Post Forward 在MyI401 里头的 一个Namespare 里头 把它 那个 端口呢 它送到我 117001的 一个端口 所以呢 你会看到 我其实 里头 如果我在里头 8080可以使用 但是 我本质不可以 连到云上 所以呢 我串起来 就是Post Forward 在里头 把它Post Forward 到我的机器上 那 所以说 在这边呢 我可以 利用到 CURL 现在 去看 127001的 8080 就是刚刚 去看 现在 我 看得到了 404 就是等于 可以看得到 所以List呢 是空的 Nue 一个新的 然后刚刚 Nue两个 三个 再List出来 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呢 我们已经 把数据 插着进来 那这样以后 我可以再实现 一个MySQL Shell 来看 那我申请 多一个 MySQL Shell 的外号 外号机 因为刚刚 写的一个 没有上掉 那好 在短期间 我申请 多一个来连接 那连了出来之后 我也可以 看得出来 就可以用 SQL来查看 MySQL 好了 期间 也差不多 五十三分 我就 大概 应用 部署 在我的 我们今天 做了MySQL EnoDB 的一个 cluster 在云上 Kubernetes上面 使用到Spring 使用到JPA 的方法 也利用到VScope 去写 部署 也创建一个 Docker File 对吧 所以 这个 创建的一个 过程 还可以 做得更好 应该 一些ID 暂点你 你们 不知道 桌上里面 谁人 Ivan都可以 查看一下 有人 现在是 用VScope 来写Jaga 吗 有没有 Eclipse 用Eclipse 来写呢 Eclipse 有人吗 两位 VI VI呢 就是 Text Editor 最简单的 目前没有 没有啊 都拍都算 没有啊 就是一些 Text Editor 不用什么ID Intelligj呢 最多人使用的 一种 IDE 是什么 Intelligj Intelligj啊 对 Grain 那一种 对啊 哦 对啊 就一半以上 都是用 Grain Intelligj 哦 是啊 哦 是的 好 然后 那后面 我就把 刚刚提过的 一个 总结 总和史来 刚刚呢 其实 我们使用 一个MyScale 的一个 部署方法 有一种 就是呢 我在我的 苹果电脑里头 使用 Standalone 的一种 我 当 我的一个 InnoDB Cluster 使用 也可以 在云上申请 比如说 MyScale Diglary Server 在云上 加一些 加速器呢 HitRate 也可以 刚刚 我红色的 一个 InnoDB Cluster 使用MyScale Operator 一种方法 应用呢 大家也看到 Standalone 也看到 有一些 有人去 部署在 App Server里头 使用的一些 框架 Standwood 那连 这方法呢 当然是 一般都会使用 ConnectarJ的 一种方法 先 Maven上面 我自动 好像不太清楚 为什么 去连 其实它自动画的 帮我自己连 那通过什么呢 其实刚刚呢 是使用到 一个 路由 MyScale路由 也中间 Kubernetes上面 它去提供 一个中间店 Alobans 这一种 选的 专口 服务的一种 方法 可以迁移 切换 所以 其实 有的 所以 这个方法 要处理好 我们的一种 连接 就很简单 好 在GoPlay的下面 我们会使用到 就是很自动化的 把我们的 服务器 路由 InnoDB InnoDB Cluster 都紧合起来 我使用的 刚刚的 是一种 企业版的 一种支持 也会使用到 我的 Kubernetes下面 去做一些安装 那 它可以 治愈 它可以 被复 也可以 增加 收小 也可以 申请 多 几台 这个呢 都是自动化的 一种方法 所以呢 这个不错的 一种选择 那 InnoDB Cluster 在里头 我的应用 刚刚是一个 MySpring的应用 去跑 通过一个服务呢 MyCluster 一个服务呢 去连到 多台的一个路由 刚刚是 只有一台 我可以 很轻松的 加一个数字 可以变两台 三台 四台 六台 那 最底的 就是一个集团 MyCluster 012 三台 它是使用 Status Set 来创建 路由呢 是一个 Replicate 那 后面也可以 有一些 监控的一些软件 Define 还有什么 来 也可以 那 通过的一种方法 就是呢 申请一些PVC 来对应呢 就是每一个 Port MyCluster 012呢 它自己有 它的一个 Data 路由 有自制 那 因为呢 数据库呢 一定是一个 有状态的 Safeful的 它 是 是指定 某一个PVC 但是呢 路由呢 是没有状态的 是一个 Status 所以呢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 Repetation 去做 那 官方里头 我们 可以 做一个 企业版的 一些申请呢 也可以使用到 HemChar 也可以使用到 一个官方的 Serve 或者Serve 端里头 做Odit 做TDE 都可以 那对于一些 CG版本 也有 也有 你可以安装 我们的Dock上面 也在里头 你可以看一看 你在GitHub上面 有Myscale Operator 可以查看 也可以使用 就是 CG版本 所以呢 你看到 GitHub上面 有一个连接 你可以查看 安装的部分 也可以查看 用什么方法 HemChar 都是在里头 好 那在里头 如果是用 加募的一种方法 首先是 COD的一些 Custom Resource 的Definition 要 要创建好 然后呢 创建Operator 然后呢 创建之后 就可以做 我们的InnoDB Cluster 做呢 我可以使用 HemChar 的一种方法来做 那刚刚 其实 看到我使用的 就是 一个 Operator 这种方法 利用到 我的KBIAS 的申请 我就 不 看了 那 另外呢 所说的 一个密码 就是呢 我会写 一个Secret 让我 可以写 一个用户名 还有 Sekilla 一个密码 写在里头 如果是 一个 HemChar 你会写 在ICValue里头 它后面 申请 也会创建 一个Secret 出来 不是写 在YAMU里头 所以呢 你就是查看 它的YAMU的 一个Definition 也看不出来 它的密码 是什么 所以呢 创建之后 我就可以通过 这个方法 来 来创建 一个Linodb Test 刚才也看到了 那 其他的操作呢 包括 我可以 查看 它 有没有一个PVC 做得出来 PV做了什么 来 要连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Port Flora 的一种方法 连 还是呢 把它Expose 出来 利用这个 Replicate Set 的一种方法 然后呢 Expose 出来 让我持 它的 一种 NinSpace 也有可能 可以使用 也可以的 好的 那刚刚也提过 我有没有方法 可以做一个 Scale 给我的Router 写好 我的InnoDB Cluster 这一些 节点 加一个 两个三个 很简单 我的Instant 的一个数 可以加到 从3到5 也是 做一个Patching 就够了 然后Cubernetes 的适当状态呢 我们有可能 去重启 这样子 最后 Delete 简单 Delete 那要注意 Delete的时候 要把 它的PVC 也 也删除 不然 它的PVC 的 Data 还在 那就把你的 机缘 花掉 最后 把这个Namespace 删掉就够了 PVC 有可能 是在外面的 不是跟 你的Namespace 放在一起 好 我来一个总结 今天 我们看过 我们用 VS Code 来写 里头 其实是使用到 ConnecterJ 你的Dependency 有一个MySQL 的Connect Advisor 有GPA Spring 也使用到 Docker的方法 来Create Image 部署在 Kubernetes 下面 使用到 InnoDB Cluster 部署 希望 今天 带给你们的 一个分享 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 部署 简单 方法 跟MySQL 的连接 可以提供一个 高可用 方便的 一个使用 就 大概到这里 Adul 你那边 有没有 一些问题 要提问 让我在 后面 没多时间 已经差不多了 有问题吗 可能要快速简短的问一下 目前很成功 目前很成功 现在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的 好的 谢谢各位 在此之后 再过来台湾 跟大家见面 拜拜